如果你正在进YouTube频道 或者你打算进YouTube频道 那么你一定要重视YouTube影片的封面图它的设计 现在的YouTube 吸引人的YouTube缩图 能够给影片带来巨大流量 所以这期影片 为时外手地教你 罗续使用免费的工具Canva 去设计出YouTube影片的缩图 因为告诉你很多在设计缩图上面 注意的事项还有技巧 Hi 我是 Grayson 这频道主要是分享关于 YouTube频道运营 流量变现 以及网络圈的内容 我每周分享三部影片 需要记得订我频道 在设计缩图的时候 需要注意以下的几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人们浏览缩图时候的顺序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图 人们在浏览缩图上面信息的时候 他们的浏览顺序是从左到右 再回到左边的 所以这就要求你把最重要 最能够吸引观众的信息去放到左边 才能够第一时间去抓住观众注意力 第二点就是你需要保持你缩图画面的正结 我们可以在缩图上面 去适当的加入文字和元素 对于文字来说 我个人觉得加入四到八个字是比较足够的 如果你加入太多的字 就会让整个画面显得非常拥挤 特别是对于手机端 所有的尺寸都是缩小的 如果你文字加入太多了 就没有办法去起到快速提供信息的作用 还有点就是你文字选择字体 需要保持简单一点 不需要选择特别复杂的字体 这样会让观众很难看懂 对于加入的元素来说 尽量保持在三个以下 如果你加入太多元素 也会让你画面变得非常拥挤 也会显得比较凌乱 第三点就是你的缩图 需要激发起观众好奇心 但同时也需要避免 你的缩图不能够变成点击的诱饵 所谓的点击诱饵就是 你的缩图给了观众用期待 但是当他们真正点开影片 去观看一段时间之后 他们就会发现影片里面 本身内容是并不符合你给他们的期待的 所以这个就是点击诱饵 点击诱饵能够吸引到更多观众 来点击观看影片 但是他们观看的时长是很低的 可能观看了十几秒就离开这部影片 由于YouTube上法 是会看中观众在点击之后 他们的观看时长的 这反而会影响到影片的表现 因为观众的观看时长比较低 所以YouTube上法 给这部影片的推荐量就减少 所以你的缩图需要去激发起观众化机型 但是一定要保证 影片里面真正的内容 是和缩图上提供的信息是一致的 还有点就是 露脸的缩图通常会获得更多点击 这点是需要符合你频道领域的 有一些频道领域 他们的影片缩图是非常适合于露脸的 观众总是喜欢人与人之间联系的 所以如果你能够把你的人像去放到你说图里面 并且带上一些表情 那么是更容易和观众建立起联系的 他们是能够更好地去感觉到你传递出的情绪的 如果你决定在你缩图里面去加入你人像 不能够让你人像变得太小 要占据足够的空间 需要让观众能够看清楚你人像上面所传递出的表情 在我们制作缩图之前 我们需要准备好使用到缩图里面的照片 或者照片的途径有很多 比如说你可以直接从你影片里面去截取一张图片 这是很多Vlog博主他们使用的一个方法 他们会直接把影片里面的某一张画面接触出来 作为他们缩图的背景图 如果你需要去拍自己人像 你可以使用手机进行定时的拍摄 你可以把你手机去设置好 然后定好时 比如说设定一个十秒钟 你可以在十秒钟里面去做出不同的知识 又或者是有个更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打开你相机去开始录制 在这个录制的过程中 你可以摆出不同的知识 之后也是一样 从某一张画面里面去决定出来 就可以变成一个你想要用到图片了 如果说你说图的主题是一个物体 你可以把这个物体去放置好 去打好灯光 去寻找角度 然后拍摄出它的图片 这样会教大家 如果就使用Canva 去制作YouTube影片的说图 不过在之前 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 希望能做这部影片点赞 这是对我的最大鼓励还有支持 现在我们进入到了Canva的首页了 想去创建YouTube影片的说图 首先需要在这个搜索栏里面就搜索 也可以搜索YouTube影片的说图 这时候你可以看到Canva是会提供给你很多的模板的 我们是可以根据这些模板去进行修改的 但是有时候你需要注意 在Canva的模板的右下角 你可以看到一个环冠的标志 然后写的Pro 最后代表 是需要适应到Canva Pro才能够使用的 你可以通过影片上方链接 去获得Canva Pro的30天免费使用 你就可以使用这些Pro的模板了 或者说你可以直接使用这些免费的模板也是可以的 比如说可以使用这个模板 当你点进去之后你会看到这个模板它的一些尺寸 然后底下会有更多类似的模板给你选择 我可以选择这个自定词模板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对这个模板进行修改 比如说可以把这个人变得更大一些 然后挪动这个元素 这上面的文字我也是可以更改的 然后可以调整文字大小 调整这底下框的大小 底下这里也可以更改这文字的信息 然后可以把这底下元素去删除掉 也可以挪动这些元素 如果想要全选的话你可以选择这个元素 然后按住Shift 选择多种元素 然后对它同时移动 这样你可以看到我就同时移动这四个元素了 然后底下的背景也是能更改的 比如说可以把这十色的背景删除掉 然后可以选择左边的照片 比如说可以选择这个前的照片 这时候你可以看到我就加入了这个前的照片了 然后可以右击把这图片去收我的背景 这时候你可以看到我这图片就变成我缩图的背景了 但是它颜色太跳跃了 我可以加入一层黑色 我可以选择元素 然后选择加入这个形状 把它变成黑色 然后修给它大小 变成和我背景一样 然后调节它透明度 调节成大概60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选择位置 然后选择图层 这个黑色的背景是最上面一个图层 然后我把它移动到最后一层 仅仅是高过我背景图层 你就可以看到我这背景就往后退了 我的人像还有我的文字就往前凸了 我也可以稍微把透明度再调高一些 这样就能够让我的文字和我的人像突出更多 就可以看到我就快速的根据Canva里面提供的模板 去做出一个缩图了 这也是一个非常快速的方式 另一种形式就是 你可以建立一个完全空白的YouTube缩图模板 比如说点这里 这里面就可以看到我就完全创建了一个空白模板了 随随便可以给缩图去交入一个背景 我可以选择这个背景选项 我可以选择这个图案 我可以选择这个图案 比如说我可以选择这个图案背景 就可以看到我的缩图的背景就有了 然后我需要加入我人像 我可以点击这个上传 然后选择这个上传答案就可以了 比如在这里面我已经上传了一张图片了 但是你可以看到我这图片是有背景的 我需要用到Canva里面的照片背景移除工具 我可以选择背景照片 然后这里有个背景移除工具 就可以看到我这人像的背景就被去除掉了 这个Canva的背景移除工具 是希望你是让Canva Pro才能使用的 还是一样你可以通过影片下方链接 去获得Canva Pro的30天的眉眉使用 然后可以调整一下我的人像的大小还有位置 把它往右移 通常来说我是习惯把我文字的元素是放到左边的 然后把我人像是放到右边的 然后可以对我的人像进行一个小的调整 还选择编辑图片 然后选择调整 这里面你可以对你的图片进行一些细微的调整 比如说调节它白平衡 或者调节浅色属性 这里面我需要调节一下我照片的亮度 让它变得更亮一些 提高它的亮度 然后增加一些对比度 提高它亮度 再增加一些明亮度 这样就可以让我人像变得更亮一些 或者是你可以选择让Canva的AI自动调整也是可以的 在我调节完我人像之后 我还习惯对我的人像去加入一个外轮廓 还选择逼近照片 然后在效果选项底下我选择阴影 然后选择大纲 这时候你可以看到我的人像就有一个黑色的外轮廓了 我可以把它变成白色 然后你可以调节一下这外轮廓它的属性 比如说它尺寸 这外轮廓的线比较宽 我需要把它变细一些 比如说是15 然后你可以调节一下模糊程度 但是我觉得实现比较好 所以我不调节模糊程度 然后也可以调节它角度 调节它距离 然后调节它强度 这时候我不希望这底下的白线出现 所以可以调整一下大小 下面可以看到我这人物就有一圈外轮廓了 这样就可以在左边去加入文字了 我可以选择文字选项 在camera里面是有一些文字的搭配的 你可以直接使用这个搭配也是可以的 或者是说你可以选择这个新增文字方块 这个就是最普通的文字 然后你可以更改文字的信息 在我更改完信息之后 我可以调节它的大小 然后可以把这文字变得更好看一些 首先可以更改它颜色 比如说可以把它变黄色 像我的文字就变黄色了 然后可以给它加入一些文字效果 这里面就有很多文字的风格效果了 比如说阴影 模糊阴影 空心 出洽 外框等等 我喜欢给这文字去加入个阴影 这时候你可以看到 我这文字就有一个黄色的阴影了 但是我不喜欢这黄色的阴影 我喜欢把它改成黑色的阴影 这样就能够更突出我的文字了 然后可以给这文字再加粗一些 你就可以看到我这文字就更粗了 因为我这是YouTube的缩图教程 所以我需要加入到YouTube的标记 我可以选择元素 然后可以搜索YouTube logo 然后可以看一下查看全部 这里面你可以看到有一些YouTube的标记 但是我想找到一个既有YouTube的icon 又有YouTube的文字这个标记 所以我可以使用这个应用程式 然后可以搜索Brand Fetch 选这个应用程式 这个应用程式就可以让你找到一个品牌 它的所有logo 比如说可以选YouTube 这个就是我想要找到的YouTube logo 然后可以快速的去加入到我画面里面 然后可以调整一下它们的位置 比如说放到这里面 这里可以看到我这整体的缩图框架就做出来了 我也可以给我这缩图进更多的装饰 比如说加入一些小的形状 比如说可以加入圆形的元素 把它放到四角 调整它的大小 然后四个角都放上 也有人上在这边 所以这个角就不需要了 然后把这个角也补上 就可以看到就有一个装饰的作用了 这样我就设计好多缩图了 想要下载的话 可以点击右上角分享 然后选择下载 这里面你可以查看到缩图的尺寸 1680像素乘以720像素 我们不需要有透明的背景 就可以选择下载了 在你上传影片的时候 会有一个选项 就让你去上传缩图 就在这一步里面 你可以看到缩略图选项 这里面可以找到上传缩图 这时候你可以看到 我就上传了 刚才我设计好的缩图了 现在就学会了 去设计你YouTube影片的缩图了 而你YouTube频道的封面图 也是需要你去精心设计的 那频道封面图 不仅能够展示出 你频道的主要信息 同时也会吸引到更多的观众 来订阅你频道 你可以看这期教程 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 想到这部影片 点个赞 一定要记得订阅我频道 来解更关于YouTube内容 追踪我IG 能够和更多互动 那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